复合了,范冰冰无名只戴戒指,李晨与范晨晨互动人像佳人,李晨范冰冰结束四年的恋情许多人是意想不到的,我们不再是我们,我们仍然是我们的和平分手让网友直呼难以置信,范冰冰出世前李晨成功求婚,粉红色的浪漫现场,还有定制的鸽子弹钻戒,大黑牛的耿直踏实大家都以为范冰冰找到了幸福,在不惑之年来临前范冰冰终于可以把自己嫁出去了, 除此之外网友也发现范冰冰的右手无名只上戴着戒指,都知道无名只戴婚戒的意义,那是代表结婚的,范冰冰和李晨分手后无名只一直戴着戒指,不知道意味着什么,无名只戴戒指难免让人猜测范冰冰的感情状态,李晨对待范晨成也还如亲弟弟一般,在比赛结束之后用一句话总结他们的关系,你看看我们家人多好,直接将范晨成这个暖心弟弟称为家人, 与范冰冰分手后,李晨范成成的互动一点不难打,反倒有一种家人之间的小甜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